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对于如今的洛杉矶湖人来讲,他们甚至已经暂时放弃了,冲击季后赛的打算,毕竟,面对如今附加赛的严峻形势,胡人想要保住附加赛的资格,都成问题。作为曾经的总冠军球队,胡人落到如今这个地步,显然令人有些意外。不过,胡人毕竟也是一支经验丰富的球队,只要能够适当的进行调整,他们进入季后赛,还是不成问题的。 虽然胡人在全明星周末之后的战绩,并没有太大的起色,但是,在最近几场的比赛中,胡人已经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,尤其是在女对手的僵尸中,胡人,更是能够抓住机会,走向胜利。作为胡人的主教练,沃格尔,在最近几场的佣人调整,受到了不少的赞扬,而他的调整,也激发出了胡人球员体能埋藏许久的斗志。 沃格尔,虽然仍然在坚持小球战术,但是,在最近的几场比赛中,他降低了塔克的出场时间,而这也成为了胡人战术,发生变化的关键。 以往,沃格尔非常喜欢使用塔克,并且,经常让他与詹姆斯等主力,一同出场,可是,在天赋和能力上,都完全跟不上球队的节奏,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,塔克,还会成为胡人战术中,拖后腿的那个人。 胡人之所以一直保留塔克,很大一部分原因,是因为球队希望为詹姆斯,寻找一名合适的替补,而在交易市场,可供挑选的球员不多的情。